今天是2025年4月12日 几年前呢 我写了一个蓝牙透传的APP 放在这个Apple Store上面来发售 免费的 结果呢 最近发现下载量还是蛮大的 本来想着这个东西只是给这个开发人员 做调试设备的时候 发一些串口指令 发一些这个调试指令使用的 没想到还是有不少开发的朋友们 下载和使用这个软件 那我也做了一版升级 今天呢录一个视频 把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 做一个视频的一个介绍 第一段视频 把这个拖开 这个视频呢 是我拿手机录屏录下来的 跟你真正的手机操作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Hands Temperature 这个设备 注意这就是蓝牙的名字 我们找寻设备就是靠这个名字的匹配 现在先选好了这个Hands Temperature 这个设备 然后点下面那个连接就会找寻蓝牙设备 然后连接 然后找它的通讯属性等等 到这个界面呢就已经来连接好了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这个直接就收到了Temperature23.67 什么HUM53.68这样的数据 这是因为这一块设备呢 它只是向我们的这个蓝牙呢 发送它所获得的数据 那我暂停一下这个视频 看到一开始是23.67 这怎么变成28.16呢 就是因为我录设备的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拿手捏住了这个温度的感应的这个芯片 温度显然就上升了 手上还有点热啊 有点湿 湿路也变成了70线21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等于是接收 刚才那个界面你看 这是ask 码 然后刚才那段呢 就是如果切成hex显示呢 就是内码 内码方式 所以查看部分是可以这个进行切换的 不同的显示格式 然后我试着发了一个自负串 发过去 这边有发送的记录 但是呢这边从这个设备上返回的信号呢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发送的时候也要可以切换发送的格式啊 等等 这就是第一段 这是我当时做的一个小设备呢 留存的 看第二个视频 第二部分用的是mybt24啊 这个蓝牙设备 那这个蓝牙设备呢 它是一个呃 待会会有啊 是一个开关 那是一开关 进去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向他发一个指令啊 一个自负串 是吧 发过去 没反应 那么其实呢 他要向这个设备发送一个at指令 就是现在这个02什么01啊 这个at指令呢 要用hex啊 发过去 如果你用这个 现在这个ask嘛 他是 他是不认识的啊 然后 从设备上给我返回了一个数据啊 就是这个0201010051cc 这个数据 它有含义 比如说当前的这个寄电器是断开的还是开启的啊 是什么状态 然后暂停一下啊 这儿 这是我这个这个呃蓝牙透传的一个功能 就是把这个循环发送打开啊 把这个打开 然后设定一个循环周期啊 现在是300毫秒 然后循环发送 循环发送的时候 就是每隔300毫秒 向这个发送通道啊 就传送这个信号啊 发出去 这样的话 可以测一下你设备的这个接收压力的这种能力啊 这种情况啊 继续放完 好 其实很简单啊 然后这个界面呢 就是如果有什么使用中的问题 可以用刚才的这个操作啊 向我留言 给我留言 我会收到这个留言 并且我会收到邮件提示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返回联系你的话 要留下你的email或者是手机号码 最好是email 呃 如果你这个这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是咱们呃 我写的一个中文的说明啊 正在打开 原来是内置程序里面呢 现在放外面啊 这个链接这个我的服务器 然后下载一个中文说明 如果觉得这个软件还可以啊 就点刚才那个地方 给蓝牙透船评分 给个五星好评 让我们这个软件呢 呃能够给更多的开发者提供便利 这一段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这个设备啊 现在看到的这个电源插座 就是刚才演示的呃 检查状态的这个这段视频 它的这个BLE的名字叫MyBT24啊 然后我们刚才发的是当前状态的一个查询指令 这里面有一个BLE的一个接收器 然后通过这个好像是窜口吧 窜口来控制一个寄电器的吸核 实现这个呃电源插座的电的这个开关 另一个设备呢是这个呃温度湿度的感应器 它既可以通过呃USB口供电啊 也同一通过这个U8R650电池供电 里面就两个装置 一个是这个BTR4的蓝牙的这块板子 还有一块呢 是这个这个小板 这个小板上有这个湿度和温度的感应器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弄一个玩玩 啊这段视频的录制是拿手机录的 然后直接就做好了配音 所以我刚才就一起跟大家看看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 可以给我留言 也欢迎你使用蓝牙套船